Stray Kids 队长方灿近日开直播与粉丝们交流 提到了4月时Stray Kids 前往巴黎进行音乐银行特别舞台的表演 当时方灿的鞠躬引发了声赞 而方灿则谦虚回应 她只是做了基本的礼仪 没想到会被大肆表扬 而后方灿讨论起偶像的举止和打招呼礼仪 表示她最近感受到偶像的世代差异 有时候自己问好却不会收到回礼 似乎打招呼不被认为是基本礼仪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方灿算至少有点像老顽固 但也替新世代的人们解释到 其实可能是因为他们比较害羞 也没有问候的习惯 所以才没好好打招呼 但也不代表这就是没礼貌 而是一个新生代的风气 这样可能也比较没有压力 方灿的言论也引发了粉丝网友们的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